Hello,大家好,今天来开箱测试这一款多功能的压力锅 这个锅是从Best Buy上网购的 我看它的好评很多,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在打折 所以我就买了用 今天我会用它开箱,并且就包一个年藕红豆猪骨汤 看看它的食用程度 现在我们立刻来开箱吧 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的是一本说明书 和里面一个色彩非常缤纷的菜谱 它里面其实的菜谱就是有一些介绍汤是怎么煮啊 或者是一些sauce 还有介绍了一些做沙拉的一些Jackson的菜谱 也挺好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把锅从箱子里面拿出来了以后呢 它的外形还是挺美观的 那我们就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配件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饭勺 还有呢,这两个是一个是凉杯,一个是冷凝气 这一个就是里面自备的一个增价 可以蒸一些蔬菜或是用来蒸鱼都可以的 再来就是这个锅 我们打开来 我手摸的这个材料啊,感觉它还是蛮结实的 应该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 这款锅呢,有十种不同的功能 可以用来煮米饭 杂粘,煮汤,炖肉,弄一些家瓶类的煮鸡啊 鱼,还有蒸蔬菜,煮豆,泥脉或是蛋糕都可以 功能非常的齐全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款锅 我用它来煲一个广东传统的名汤 是年藕红豆猪骨汤 这些就是已经处理过的煲汤的材料 我们有已经飞过水的猪骨 还有切成块 还用刀拍了一下的年藕 年藕需要拍一下 到时候煲出来的汤才入味 还有准备了一些姜片 这个姜呢 我也是用拍的形式把它拍碎 另外姜旁边的依次有莲子 红豆和白盒 这样的搭配包出来的汤肯定是够滋润的 如果加上有干的章鱼那就更好 这个汤会更鲜 把准备好的材料放进锅里面 有猪骨 拍碎的莲藕 姜片 红豆 莲藕 莲藕 白盒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来启动这个气压锅 先把插头插上 然后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盖子上面 它有一个锁上和打开的标子 我们要确保 我们把气压锅是按到 关上的那个标子那边 我们一转动这个盖子 那它就会有声响 就表示现在已经锁上了 然后我们就选择我们需要的功能 我们是选择soup 煲汤 需要的时间是35分钟 再按这个start 启动键 现在呢 它就自自煲汤了 到时候35分钟的时候 它会发出声响 我们就来打开 在打开锅盖之前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一步叫做排气 那这一步呢 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安全 因为它的那个排气的压力非常的大 要注意不要被它的那个气体所喷到 我的做法就是 我会站得离这个锅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呢 用手幻速的把这个排气法 拧到排气的那一边 然后它的排气就开始了 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10分钟左右 才可以把里面的气排完 开锅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的情况 一打开的时候呢 我就能闻到这个莲楼的味道 其实这个莲楼的味道呢 在这个煲汤的后半段 我已经能闻出来了 非常的香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来用汤勺 看看里面的材料怎么样 从这个情况来看 这个汤其实已经变了颜色 应该就是红豆已经包碎了 包的挺烂的 然后融进了这个汤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广东汤的这个效果 总的来说 我是推荐这一款气压锅 因为它经济实惠又实用 我觉得它会是我寄之前开箱的那款气炸锅的另外一个厨房的好帮手 以后煮菜就轻松很多了 非常感谢你有缘看到了我这个视频 喜欢的朋友麻烦你给我点个赞 也希望你继续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为你介绍更多的厨房好物和美食 之后呢还会拍摄一些种植蔬菜水果的视频 希望大家都喜欢 也祝愿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